楊榮宇博士的專頁《港橋志》標題為 《學界為何冷處理公社科?》 4月16日 中學民憑市取代通識科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簡稱公社科將會第一次開考 與2012年通識科開考相比 社會上與學校裡面的氣氛可以說是天洋之別 當年通識科是334新高中學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通識概念炒得火熱 坊間很多書籍、電視不少節目都以通識命名 彷彿一切加上通識意志 便是吸精吸才之捷徑 然而今天的公社科 不要說坊間沒有當年的公社熱 就連一向專門出版精讀書的出版社也望而卻步 有朋友去信《詢問》頗受歡迎的文憑是Last Minute系列 會否出版公社科? 出版社回覆 暫時沒有消息會出公社科的書籍 這個反差可能準確反映社會與教育界對公社科的態度 先不論公社科的政治取向 該科在設計理念和執行方法上 對於很多持份者來說都是強差人意 讓師生對該科的看法不太正面 我所主辦的面書專頁教育刺針 各類科目班設有第一級至五星星的七級成績 而只有達標和未達標兩級 而一般認為達標率與通識科二級成績類同 即達到九成以上 學生就算再努力 學習成果也不會反映在成績上 所以上課時學生往往不容心 尤其是能力高的同學 他們寧願給多點時間去其他科 Michette認為 最諷刺的是公社科的設計 是只能用窗好的方法 學習與中國相關的課題 反而初中的生活與社會科 容讓學生用正反兩個方面討論 例如講中國經濟體系 其中有一部分是講改革開放後的發展問題 例如環境污染、城鄉差距等 但是公社科講改革開放 就只會講生活質素如何提高人民收入 消費能力等等 就算是講城鄉差距或者貧富懸殖問題 都只會用說好中國故事方式去講 例如中央已經有一系列扶貧政策 為貧窮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而根據官方的說法 是已經沒有絕對貧窮的人口 以前通識科使用外國報紙作為素材 現在也可能會受到限制 除了政府立場的資訊外 我會整合其他角度的報章 例如BBC、Financial Times、華爾街日報等 怎知我竟然給人所謂的溫馨提示 說要注意選材 說那些媒體有立場 叫我們不要用以免拿屎上身 公社科之局促 就連稱之為公社科也會被批評 立法會議員鄧飛說 怎樣公社、什麼公社、人民公社、巴黎公社 還是日本韓國觀光公社呢? 其實 將重要詞數第一個字串連起來作為簡稱 是一貫的做法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簡稱創科局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簡稱民體旅局 相關議員為何不投訴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簡稱民建聯 而不是民主聯 凡子種種 均說明公社科從一開始便與其他科目很不一樣 若要改變自分者的看法 便必須大都豁虎語以改革 還他應有的學科空間